比牡丹简单出效果的出水芙蓉 车老师来教你 从调色到刻画详细讲解 一 准备胭脂 鼠红 花青 藤黄 太白 鼠红调满笔度 然后笔尖调胭脂至三分之一处 从花心画起 用笔放松 形状多变无规律 逐渐向外围有规律地展开 笔尖向里笔度向外 与牡丹不同的是芙蓉花瓣 向外颜色越来越浅 注意花拓整体外形 不要左右对称 重点来了 一定要半干半实实 够脉部 太白有规律地勾勒 内侧花瓣勾勒出成缓抱姿态 逐渐向外围展开 用笔放松 稍有弧度 藤黄家白在 哪侧附近花瓣之间点花蜜 用笔有大小错了 之后 藤黄家花青 调绿色画花包的饿片 撑到三角状 还有散开的小饿片 用笔有顿挫书写感 再画一个正面的 点上嫩花瓣 含苞带放的感觉就出来了 许会了点个赞吧 打赏 打赏 打赏